卧槽 国庆节要是敢让他在央视炸场 我赌六公主都敢给你跪 今年在湾区声明月的晚会上 75岁的叶丽怡带着当年单条港月的气势 她绝对敢重拦今晚的央视舞台 虽然如今的叶丽怡已经年过半百 但叶丽怡全开卖的上海 她绝对敢把80后给杀得片甲不留 也是在这天李克勤带着20年前的护华使者 让数万歌迷坐在影子上嗨翻 这满足街中偶遇心中的卡 两个启定不定叫缓跟他跪甲 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 然而相比于第五天王李克勤的护华使者 古居机则是选择了别样的当年 沙船草梦乐队的不再犹豫 沙船伴着古居机全开卖的真唱 紧随其后杨坤一演唱的《离别开出话》 彻底拉开了今晚全开卖真唱的序幕 央视这一刀真的是把90后杀了片甲不留 曾经被周杰伦制霸华语乐坛的王力宏 首次复出选择了万区声名列的晚会 王力宏用当年遗憾央视舞台的歌 倒进这些年暂退乐坛的心酸 可相比于王力宏的强势杀出 周慧敏全开卖的《痴心换情声》 也是应于最值得期待的一首歌 只不过令所有人都未曾想到了时 小犹太依旧还是当年了小犹太 但周慧敏的嗓音却远不胜当年了 而作为第二次战上万区声名列晚会的肖战 甚至可以说是对央视的无条件信任 尽管只有一次演出的机会 但是他却带着全部的诚意上台敬眼 但相比于前六位歌手的厮杀 王力宏所带来的我们的歌才是重磅炸弹 因为王力宏不仅得到了央视的力捧 更是一丧自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几日总分笨合格 可是我们却被爱沉 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 感谢观看